星岛日报报道 银行与香港金管局日前宣布推出六项措施三联通三便利 其中包括简化港人汇款到内地的手组 便利港人在大湾区除了深圳之外 八个城市置业 将在下个月26日生效 有深圳商业银行人士透露 无论内地或港人 在内地救防首付需要以至有资金付款 不允许用银行贷款付钱 意味港人若在内地没有充足资金 支付大额的首付时 会面临资金不足的困难 但若按照细则所指 为港人救防资金搭建一条专门汇款管道 相信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但公布不道 深圳市盐田区中应该改造工程首批街区量顺 拉开了百年老街蝶变营生的序幕 今次首开街区包括桥头街 鱼骨汉等区域 以浓郁的港美街区新茂 呈现给市民游客 并向游客提供原汁原味的 港式一站式旅游消费体验 目前中应街只是针对符合条件的 中国内地居民开放 港澳台外籍人士暂不可以进入 香港沙头角居民和商家希望 可以尽快开放给普通港人进入 等更多人体验这条百年老街的独特魅力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